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重心从右转到左 同时身体微左转 带动手手上往下右手划那个划无线 同时 手开始慢慢的身体再往右转 手带动左手 往上划线 手一上一下 掌心 掌心相对 接下来手握手 左手继续划过来 右手 重心再往右转 出拳 这个拳是一个反背拳 有这么一个过程 接下来右心 右从右边 走到左边 用你的腕力去击打对方 手呢 右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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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你的腰侧 背后 腹子还有一个 发紧 轻红出水呢 如果这一招练熟的 我们可以加另外两个镜 如果轻红出水呢 也可以作为连续的发镜来的 我也是叫它连续发镜 它加练熟之后 可以把这后面打的两个小镜也连上去 那两个小镜呢 也是这样子 往左转 同时 两手先和 直破那个指尖 选出去 同时又拉到左 左后腿 然后 划小圈 手放在你的 鎖骨这边 出去 击打出去 当发镜的时候 鼻子哭泣 这一招 学的时候 这一招是 对初学的时候 一开始的话 这一招 只需要这一招发 发力 前面这两招可以不发 后面这一招发镜 这个手是往上打 拳往这个下面打 也是将近一条直线 它有一种对搭的那种感觉吧 刚才给大家讲解的是青龙出水 也是城市太极拳交到现在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镜 发镜需要多多练习 如果您用任何问题 可以加入我们的QQ讨论群进行沟通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如果您想学习更多的视频 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视频网站进行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